周四是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日 一起通过本期杜高斯北经济之力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于早上7点钟将要发布12月份英国全国房屋价格指数 过去三个月的房价一直在上涨 但增速越来越慢 9点钟将迎来12月份欧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处置显示受德国服务业强劲增长的推动 该指数触及10个月来的高点 9点30分12月份英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将出炉 11月份数据令人失望 从前一个月触及的7个月高点处下滑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11月份英国个人净贷款额 10月份贷款继续增长 但增幅低于上个月的52亿英镑 下午1点15分 11月份美国ADP全球就业变化数据将发布 10月份的报告指出就业持续稳定增长 尤其是制造业岗位量增幅可观 下午1点30分将要发布备受关注的 美国失业救济人数每周更新 截止12月23日的一周内 出勤失业禁人数保持不变 截止12月16日的一周内 持续申请人数上升了7000 午夜过后一分钟 12月份英国PRC商店价格指数出炉 过去三个月的数据下跌幅度 都保持在0.1% 0.30分11月份澳大利亚贸易平衡将发布 受出口下降 进口增长的影响 10月份的贸易顺差大幅收窄 我是杰西卡沃克 以上内容为1月4日星期四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还将为您带来 星期五的重要概述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